提到非洲,你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 是高温、草原、沙漠 还是战乱、贫穷和黑人台关 近20年来 先后有无数中国人 踏上过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 对于这些人而言 非洲可能是希望、机遇和财富 现在的非洲 从旅游城市到贫民窟 从修路架桥到交通工具 从巨幅广告牌到当地的工厂 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痕迹 在这些出海非洲的中国制造中 传音手机无疑是最大的传奇 这家来自深圳的手机制造商 在2007年11月 正式踏上非洲土地 开卖手机 花了10年时间 先打败三星 后超越爱立信、诺基亚等老牌企业 一口气做到了非洲第一 2018年更是取得了 年销售1.24亿台手机的澳人战绩 并且在非洲手机市场 占有率高达48.71% 因为在非洲市场的销量 在全球范围内 传音手机更是多次蝉联 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 出货量仅次于苹果、三星和华为 对于这家闷声发大财的深圳公司 尽管有这样傲人的出海战绩 直到现在外界也鲜有了解 关于这家企业的报道 少之又少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的新系列浪花筒 今天就由我 非洲观察家来和大家聊聊 传音手机是如何在神秘的非洲土地上 打败苹果、三星、华为 征服非洲十亿兄弟的 提前声明一点 这不是恰饭视频 一个出海品牌也没必要在我这里打广告 传音手机的故事 还要从被市场淘汰的波导手机讲起 上世纪90年代是手机行业的春天 1997年 已经生产了五年BB机的徐立华 预判到的寻呼机市场 即将会因为手机的走红 退出历史舞台 他不顾众人反对 放弃了寻呼机业务 转身投入到了国产手机行业的南海中 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 波导合并了工信部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 转变为国资控股企业 成为了首批获得国家移动电话生产许可证的单位 中国的手机市场 此时还是摩托罗拉的天下 整个国产手机 各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加起来也只有5% 当时主力生产BB机的波导 全场上下 没人知道手机的核心技术 便开始对外积极寻找技术解决方案 恰好 法国萨基姆公司主动找上门 作为当时全球第六大手机制造商 萨基姆对中国市场垂涎已久 但在摩托罗拉、诺基亚的围追堵截下 一直没有机会上桌 1999年2月 波导和萨基姆达成协议 萨基姆提供核心技术 波导负责品牌和销售 经过5个月的努力 波导建成了第一条移动电话生产线 并正式开工生产 由于萨基姆是法国幻影战斗机的通信设备提供商 波导手机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词 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当红明星李文代言并拍摄了该广告 为此波导贷款了4000万 用意在央视投放该广告 这句精妙的广告词 加上过硬的产品质量 直接击穿了市场 让波导成为了手机行业里的主角 2000年 波导年销售70万台手机 夺得国产手机销售第一的宝座 一年后 波导首次超越所有国际品牌 占据国内手机市场最大份额 给整个国产手机品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到了2003年 国产品牌手机 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已经从三年前的5%上升到了56% 但伴随国产手机一起崛起的 还有深圳滑墙碑 山寨手机大量涌入市场 让国产手机的信誉遭遇了断崖式崩塌 2006年 芯片制造商联发科 以独立模块供应商的身份 推出了手机的胶钥匙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的诞生 使得手机生产的技术门槛被大大降低 利用这种方案生产出的手机 价格低廉 功能强大 很快打开了农村和二三线市场 山寨手机的企业开始轻装上阵 大举进攻市场 同时 技术能力本就领先的外资品牌 摩托罗拉 诺基亚 为了避免丢失市场份额 也相继推出了中地段机型 加入了这场斗争 摩托罗拉率先抛出摩托C117 发行价不到500元 诺基亚紧随起后创下3210型号 全球销量过一台的记录 消费者们再次转向了价格同样便宜 但名气更大的诺基亚 摩托罗拉等国外品牌 传统的国产手机品牌 面临内忧外患 完全没了优势 和波导同一时期诞生的熊猫 科健 南方高科等手机品牌 纷纷退市或者倒闭 2006年 在手机市场败下真来的波导手机 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 集团集体转向造车 并创建了名为宁波神马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从BB机到手机再到汽车 波导经历了两次更换赛道 但这次似乎迷失了方向 就在波导手机开始在汽车领域 苦苦探寻机会的时候 负责波导海外市场的竹兆江 提出了离职 竹兆江在波导做海外业务这些年 走遍了90多个国家 他十分看好手机的海外市场 于是在2006年 跑去香港成立了传音公司 开始了手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 传统功能机的组装、研发技术 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 任何人只需花上几百块 就能在华强北 买到一台功能强大的山寨机 声音大、信号强、还相当耐衰 但那几年 山寨机竞争激烈 用同样的技术 从零创建一个新品牌 没有任何壁垒 而且难度也很大 看到市场红利的竹兆江 决心把可以量产 成本低廉的功能机 批量销到海外 拥有10亿人口的非洲地区 是非常好的选择 在非洲有三个世界 包括了南非为代表的欧洲世界 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世界 以及撒哈拉以南 真正贫穷落后的黑非洲 而在黑非洲 乌干达、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 人口众多 手机的普及率只有30% 很像90年代的中国 在非洲手机市场 占据主流地位的 依然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诺基亚 除此之外 并没有一个能够站稳第二梯队的品牌 来自当地的 欧美的 以及中国的山寨手机 在非洲已经持续混战多年 市场还没有形成完全的垄断 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的山寨行业 大家都直接把货批发出去卖 没人打算在非洲 搭建自己的渠道 成立自己的品牌 避开三星 诺基亚 垄断的非洲发达地区 走进黑非洲 搞农村包围城市 对传音手机来说 是一条艰苦但明智的路线 2007年11月 传音正式开始试水非洲市场 推出了一个叫Techno的品牌 主要卖点是 国产山寨机最擅长的双卡双待功能 非洲本地运营商众多 信号质量很不稳定 经常出现某个SIM卡打不通的情况 加上不同运营商之间 相互通话的费用很高 所以用户们倾向于办理多张SIM卡 打不通就换张卡 但又没钱买更多的手机 很不方便 根据某行业研究公司 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非洲的用户已经有超过5亿张SIM卡 其中大部分用户都拥有至少2.39张SIM卡 这是一个天然的切入市场的角度 传音对症下药 在非洲推出的第一款手机 就是双卡双待机 型号是T201 不过由于当时传音的双卡双待手机备货不足 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卖空了 有了成功的经验 主照将对非洲手机市场有了更深的理解 仅仅隔了不到一个月 传音的另一个品牌 ITEL也在非洲问世 随后两个品牌都趁热打铁 继续推出了三卡三代 四卡四代的手机 火速吸引了拥有多张手机卡的非洲老铁们 就这样靠着华强北的技术 传音打响第一炮 技术只是第一道门槛 真正让传音在非洲大陆走红的原因 还是逐照将高超的销售技术和品牌塑造能力 在非洲 市场急剧特殊性 分散程度太高 因此销售渠道才是手机的重中之重 但什么时候做销售 怎么做 做多深 是传音要想清楚的关键问题 竹兆将亲眼见证了 拨导手机从零坐到家喻户晓的整个过程 对整个创业过程中的销售节奏非常了解 为此 竹兆将亲自带出了一批销售人员 去到了所有品牌都不愿意去的 非洲贫民库最深处 走到哪儿 就把Tekno的店开到哪儿 无论是简易窝棚里搭建的小店 还是尘土飞扬的马路边 设立的点位 都有传音手机的影子 很短时间内 大量的线下店出现在了非洲各个角落 除了铺设线下店 打广告宣传这件事 也被传音做到了极致 传音的广告达到什么程度呢 线上覆盖了非洲每个国家的每一家电视台 线下无数的玻璃 墙壁 广告牌 全都是传音两个品牌的海报 而且还具有竞争关系 Tekno的蓝色海报 Ato的红色海报 互相贴在对方上面 有些贫民窟小棚屋 可能都只是刚刚通网 根本没人买得起手机 但传音也坚持在棚屋屋顶 竖起了自己的招牌 甚至传音的销售人员 为了帮助非洲当地刷墙的小广告公司 提高效率 亲自帮他们 从淘宝上购买各种工具 手把手给他们做技术培训 教他们海报制作 加上非洲本身非常缺电 为了扩大广告效果 传音更是在夜间 对非洲人来说 在停电的夜晚 为他们照亮前路的品牌 在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在非洲乡下 传音更是专门用硬通货 加勤来做手机的推广 比如遇到节日 就买机送机 买一个智能手机 送一只大公鸡 鸡圈在零售店外面 有些火热的店 一天就能送出20多只鸡 非洲人喜欢跳舞 在做地推的时候 销售员会给斗舞的黑人 臀部绑定频率振动仪 谁在一定时间内 屁股抖动的频率最高就获胜 传音提供礼品一份 算是赞助民间斗舞节目了 除了鸡和斗舞 这些基础项目 传音还会给销售数据 比较好的本土经销商 送羊 送水 送一切非洲人民喜欢的物品 通过和经销商们的合作 传音在非洲超过30个国家内 建立了零售网络 除此之外 售后服务 是传音投入最大的一个环节 在非洲分布了很多小的经销商 但他们能提供售后服务的 却不多 传音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把售后服务全部整合 然后单独做成了一个品牌 名叫CarolCare 从08年正式成立以来 传音已经为这个平台的搭建 花费了数千万美元 为了修好手机 传音早期还会专门带非洲员工 漂洋过海 到深圳华强北 学习修手机技术 然后再让他们回到非洲土地上 传播技术 截止到18年 该品牌在非洲建立了 86个世界级售后服务中心 超过1000个售后维修点 成为了非洲最大的手机售后品牌 除了强劲的销售和售后能力 产品的提升 则是传音取胜的另一个关键点 靠着农村包围城市的低推策略 打响品牌后 传音开始有针对性地做产品提升 功能都是根据消费者的痛点来开发的 N卡N代 仅仅是满足了非洲用户们换卡的需求 就已经成了抢手货 但另一个同样刚性的需求是 超长待机功能 非洲是全世界电气化程度最低的大洲 当地人很难随时随地找到充电的地方 针对这一点 传音使劲降低手机的使用功耗 加大电池容量 手机虽然越做越重 但架不住待机的超级刚需 传音当时最强的机型 可以做到充电一次 真正的待机半个月 另外 非洲人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跳舞 在任何场地 当地人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舞会 传音也把手机的外放音量加强了不少 一个普通手机的音量大小 足以媲美一些小型音响 这些年 非洲最受欢迎的音乐手机机型 是传音的Techno品牌 推出的一个离谱型号 布姆G8 翻译成中文就是吊爆了 布姆G8发布会现场 传音请来了尼日利亚最顶尖的18位举行 发布会在推特的话题中 被顶到了当天趋势排行榜第一 除此之外 布姆G8在开卖时 还额外赠送了头戴式耳机 让非洲大兄弟赞不绝口 非洲为二未被殖民的国家之一 埃塞俄比亚 官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 而且当地居民的英语不好 基于这种情况 传音开发出了支持更多本地语言的手机 并且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第一家 把阿姆哈拉语纳入系统语言的手机品牌 传音这些年为数不多的创新技术 还是根本性地解决了非洲人民手机如何自拍的问题 苹果三星这些大盘手机研发时 没有对深肤色群体做面部优化 这导致黑人兄弟深夜的时候 用他们的手机拍出的照片 只有牙可以看到 传音发现这个问题后 在非洲搜集了上万张黑人照片 对深肤色面庞进行了面部轮廓 曝光不长 成像效果的分析 花了三亿人民币 研发出了适用于黑皮肤的美颜模式 不同于一般手机通过面部来测光 传音手机摄像头通过眼睛和牙齿来定位 在此基础上加强曝光 不但能让非洲朋友拍清楚自己 还能帮他们把深肤色拍成巧合绿色 粒子色的 这也是传音迄今为止 投入最大的一笔技术研发 凭借着非洲美颜技术的成功突破 传音也彻底在非洲封王 传音有多受非洲兄弟们的喜爱呢 根据南非商业杂志发布的 2016年非洲消费者最喜爱品牌100强显示 传音旗下三大品牌都光荣入选 子品牌TECNO位列第14 超过了百事可乐、微软等 ITEL则排在25位 位列惠普、谷歌之前 Infinix首次进榜就排在了第37位 传音非洲永远地神 传音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经营策略 就是去中国化、国际化 在TECNO的旗舰店里 看不到中文 也没有中国的品牌标志 和很多中国企业 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办公场所里 增加中国元素不同 传音并没有强调其中国背景 2011年 传音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第一个枢纽 组装生产传音的产品 如今这里成为了传音在全球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传音还雇佣了90%的非洲本地员工 直接解决了一部分非洲人民的就业问题 在采访中 埃塞俄比亚工业部副部长更是直接说 传音是第一家帮埃塞俄比亚赚到外汇的公司 非常了不起 2016年11月 Tekno还宣布和曼城足球俱乐部达成协议 后者阵中的球星亚亚图雷 在非洲有着极高的知名度 这一合作让传音的Tekno品牌知名度 在非洲得到了空前提升 大量的非洲员工 非洲明星的宣传 以及接地气的非洲本土化产品策略 让非常多的非洲人误以为 传音旗下的Tekno Ital Infinix和Spice在内的四个手机品牌 都是非洲本土品牌 更神奇的是 乌干达人民认为 传音是乌干达品牌 埃塞俄比亚老铁认为这是埃塞的品牌 到了尼日利亚 当地居民认为这是尼日利亚的骄傲 传音某种意义上 不仅仅停留在产品和销售渠道的层面 更是渗透到了非洲文化中 但这个公司也并非高枕无忧 因为传音最赚钱的地方 也是它最脆弱的部分 传音手机本质上还是靠着 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 打科技的时间差 靠着营销和低价策略 实现发家支付的公司 它在手机层面上的技术 相较于国内外的多家品牌 并不领先 早些年 非洲通信基础设施落后 3G、4G尚未完全取代2G网络 功能机在非洲一直很有市场 到现在也依然是功能机 和智能机并存的状态 传音手机的价格非常便宜 出入非洲的时候 Techno15美元就可以买一部 到了2018年 传音的功能机平均售价 也只有60多人民币 智能机售价400多元人民币 远远低于其他品牌的市场售价 对于手机这个行业 所有的厂商都持有的观点是 功能机拼价格 智能机拼的是技术 如今这几年 非洲兄弟们正在给手机升级换代 从功能机向更好用的智能机过渡 但这些年来 传音手机的主要出货量 依然集中在功能机上 拿2018年举例 传音手机的销售总量 70%的是功能机 其销售额却只占了 总营收的26.84% 出货量占比不到30%的智能机 却贡献了传音69.81%的营收 而整个年度的净利润是6.57亿 算下来平均每部手机只赚5.3元 利润率不到3% 这些年 传音除了研发出了黑人自拍滤镜 在手机硬件的技术革新方面 也毫无见数 去年 意识到风险的传音 试图在A股借客上市 却遭遇滑铁炉 只能掉头去了客创版 然而根据招股说明书 传音控股2016年至2018年 研发费用分别为 3.85亿 5.98亿 和7.12亿元 同期的营收则分别是 116亿元 200亿元和226亿元 近三年来 累计研发投入 仅仅占了营收3%左右的比例 就在去年上市前 传音30亿的木头计划中 研发投入仅有4个多亿 而其余的大部分 依然要花在自有工厂的建设上 传音的科研投入 在所有申请科创版的企业中 算是倒数 远低于科创版 对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的要求 占比不得低于15% 同时 在专利层面 从招股书来看 传音科技及其子公司 目前已取得的专利 共计630项 其中含金量最高的 发明专利仅97项 剩下的是 实用新型专利385项 以及外观设计专利148项 而据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到2019年第三季度 华为公司的专利总量约近8万项 其中发明专利占了9成左右 OPPO截至2019年上半年 全球专利申请量超过3.7万件 授权数量超过1.1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超过3.1万件 在所有专利申请中占比85% 高下立派 有意思的是 尽管科研投入费用不达标 专利数量也难以服众 但在经历了三轮上交所的问询后 传音控股最终还是顺利过会 实现了科创版上市 但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除了传音 中国的手机企业在非洲已经不止一家了 越来越多的玩家正在加入其中 2014年年中 斯米手机的创始人周玉庆 开始投身于非洲手机市场的开发 截至2018年 斯米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市场占有率第二的手机品牌 出货量和传音不相上下 斯米正在成为非洲的另一个传音 去年小米、华为、欧威这四大巨头 面临国内市场增长放缓 也纷纷开始入局非洲市场 华为也调整了原来的策略 重新重视原来不看好的低价产品市场 当初 传音为了避开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 选择了非洲 但这么多年过去 传音显然还没有完成技术升级和品牌升级 在非洲打造的广告投放 加发展传统经销商的玩法 同样正是国产手机们最为擅长的 竹兆江曾经在采访中说 自己的好运将在2022年终结 传音非洲手机之王的王冠 正在被残忍地摘下 不过这也并不是一盘死骑 传音手机的硬件 这几年做的虽然没什么优势 但在软件层面 早早就挖好了自己的护城河 比如传音旗下手机品牌 Tekno 手机预装的音乐播放器 Boomplay 虽然国内显要人知 但却长期霸占 非洲音乐流媒体App榜首 目前Boomplay的乐活达到3000万 总共拥有6200万注册用户 而且还保持着 每月200万注册量的增长 就像传音当年做低推一样 这款音乐软件也在非洲走街串向 收录了非常多的非洲本地曲库 这些小众本土的歌曲 成为了音乐软件的天然壁垒 另外有意思的是 这款软件属于传音互联 这家公司是2017年 传音和网易合资成立的 专攻非洲互联网出海 该软件堪比非洲版网易云 除此之外 传音和网易也抢先一步 在非洲地区布局了非洲版抖音 Whiskit 下载量很高 传音还专门开发了一款 横跨所有手机平台的 及时聊天工具 PalmChat 可以随时在功能机与智能机之间 切换使用 注册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亿 还有文件传输工具Zender 新闻聚合工具Scooper 浏览器Phoenix等 传音随着非洲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继续攻城掠地 真正打败传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97年 华为进入非洲 一路击败爱立信等老牌外企 帮助非洲运营商建立了通信基础 2000年 一个叫五国才的浙江商人 独自一人背着一包手机配件 敲开了非洲市场的大门 成为了中国手机出海第一人 2007年 传音手机飘扬过海 花了10年时间 让非洲从2G直接跳到4G时代 实现了手机的普及 这是传音成为非洲机皇的故事 也是中国企业大航海的故事 当下 正是移动互联网大航海时代的收尾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 你要问互联网未来10年的机会在哪里 18年 我们说 东南亚还有硕果仅存的机会 19年 我们说 印度是中国企业出海 还没打下的最后堡垒 到了现在 恐怕非洲才是最好的答案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一键三连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